今晚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消失十个月后 陶勇对话懂清 这世界偶尔冷漠 幸好有你温柔善良 欢迎你的收听 首先 这不是一个无论善良被如何伤害 也要以善待恶割肉养虎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 陶勇一生 尽管在他的工作中 经常做出超出常人的举动 尽管被自己拯救的重伤 与人性的黑暗面对视 但他依旧选择善意拥抱这个世界 深深爱着这个世界的人 也会被这个世界深深爱着 如果要说 我愿意把它讲成一个善良托举善良的故事 消失的十个月里 陶勇写了一本书 名叫《目光》 这本书里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他的温暖善良锐志 这个时代 这样的人真的不多 我们要好好的守护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偶尔疯狂冷漠 幸好有他们温柔善良 仅以此文致敬这个故事里 所有温暖善良的人 希望这份善良被传递到更远更广阔的地方 两个月前在一段朗读者先导片里 董卿采访陶勇的一个对话 把很多人看哭了 最近朗读者的正片正在播放 再看一遍这个故事 还是让人想大哭一场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叫王阿婆的老人 陶勇在一次健康快车的公益救助中遇到了他 当时阿婆驼背已经非常严重 腹部也胀了一个大肿瘤 加上眼部白内障晚期 考虑手术的条件特别差 陶勇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做这场手术的 直到听到阿婆的一句话 他改变了主意 阿婆用方言对陶勇说 想亲手给自己做一件兽医 江西当地的风俗 老人去世的时候 要亲手给自己做一件兽医 穿着这件兽医到了那边 才能见到自己的亲人 陶勇当时想到 王阿婆已经在黑暗中度过很多年了 可能这就是他唯一一点小小的心愿 没有这件兽医 阿婆可能永远也不能和亲人在一起了 他决定克服困难 也要给他做这台手术 很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 这个故事的后续也很令人感动 听联络员说 手术一个星期后 王阿婆就过世了 在那七天里 他给自己做了一件兽医 衣服上缝了口袋 里面装着丈夫和儿子的照片 口袋的开口被缝住 这样就掉不出来了 阿婆请联络员转告陶勇医生 这些年 他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 在黑暗中很孤独 很想回家 谢谢他 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美国有位外科医生曾说 一个好医生 最该做的是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 很幸运 陶勇在行医一开始 就领会到了这一点 他曾经说过 这个手术给他最大的启发是 他变得更加勇敢了 医生的价值 到底是在手术的价值 还是人的价值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所谓行医 不仅治愈病人的病痛 同时也照料病人的内心 有时候 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所以 这么多年 他也一直在行医路上 总是做得比别人更多 为患者省钱 大老远的到北京来看病的 他知道他们很不容易 家庭困难 不是寻找更平价的药来替代 就是帮忙设法节省医药费 他想办法 能省则省 能帮则帮 为患者补贴 有一位患者凑不够手术费 只能做一只眼睛 他让患者过来做手术 把两只眼睛都给做了 余下的手术费 他自己补贴 他说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下 不排斥特殊患者 曾经有一位艾滋病患者 别的医生都有所避讳 进而远之 到他这里 没有歧视 热心治疗 他明白 只要手术操作合理 艾滋病人 并无什么好怕的 类似的故事 说都说不完 他的博导老师 李小新说过 陶勇做医生 是赚不了什么钱的 这么多年 他仍然住着偏僻地方的小房子 赶着地铁 早出晚归 陶勇对物质生活 总是要求得很少 很简单 但他对自己的专业 要求得很高 当那些从各地 辗转到他这里的病人 被治愈的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得到了实现 那个使命就是 除人类之病痛 助健康之完美 救死扶伤 不辞艰辛 高晓松对他高度评价 佛说国王 医生 教师 都身负他人之责任 一念向善 功德无量 如此慈悲大善 是乃苍生大义 很多时候 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付出善意 却跌入人生的至暗时刻 会不会对自己 一直信奉的东西产生怀疑 我相信 很多人的回答 可能是这样 对人失望 收回好意 变得冷漠 毕竟 趋利避害 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 时隔十个月 再回想起那位提刀 来砍自己的病人 陶勇从面目模糊到清晰 那位病人的眼睛 因为很严重的并发症 几近失明 陶勇给他治疗 给他做手术 包括帮他最大限度的 节省医药费 可以说人治已尽 为他用尽全力 恢复部分势力 但这个结果 他并不满意 这也成为 接下来报复的理由 1月20号下午2点 犯罪嫌疑人崔振国 拎着菜刀 来到北京朝阳医院 头上被砍了三刀 左胳膊 右胳膊前臂 左手的掌中 以及背后 都有多处骨折 还有神经肌肉血管的断裂 三个月后 陶勇出院 面对记者的采访 他的回答 让人一秒泪目 我不恨他 也不宽恕他 只是理解他 那个病人要砍我 无非是对生活 失去了希望 这件事 也让他对善恶 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他讲过一个故事 他曾经帮过一个 十三四岁的女孩 他们家很困难 陶勇给他免费 捐赠了人工晶体 有次在医院会诊 路过楼道 他发现女孩的爸爸 在偷钱 陶勇并没有惊讶 他知道 女孩家里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 他们上门诊 碰上一个老奶奶摔倒 女孩爸爸二话没说 背着老奶奶 就到了急诊室了 这件事对陶勇 最大的触动是 他说 没有完全的坏人 也没有完全的好人 人性是善恶的两面 人性善的一面 需要好的环境去引导 过得好的人 其实更容易成为好人 正是因为理解这一点 他在被人性之恶 重重的伤害的时候 没有对这个人间失望 他不怪这个病人 他如果过得好一点 他不会做出 这样愚昧的事情 当然 他也不会原谅 因为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不会因为自己遭遇的 而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善良的信念 只有不回避痛苦和黑暗的人 才有资格真正去谈善良与坚定 稍微能走一些的时候 他就回到自己的岗位 暂时不能做手术 他就给一直翘首期盼 他的病人看诊 并希望通过公益 科普 科研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他说 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 也想组织盲童进行巡演 让他们赚钱养家 他曾经被恶意狠狠地伤害 但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失望 而是继续帮助那些 无助痛苦的人们 如此善恶分明 如此温柔善良 陶永最感动的是 当他的患者拿刀砍向他的时候 每一次都有人帮他挡 挡了三次 将他从死神那里抢回来 一位科室的同事 他的耳边被削掉了半边 头上一个大口子 一位志愿者 头部外伤 肿了很久 还有一位患者家属 用胳膊帮他挡刀 当天之内 他看到的魔幻场景便是 有的患者要来砍杀他 有的患者却帮他挡刀 即使遭遇到了这么糟糕的事情 他没有愤怒 没有怨恨 出院之后 很快回到原来的岗位 服务他原来的患者 有人很心疼 可是他却说 伤他的是患者 救他的也是患者 有人为他鸣不平 但是他却说 当大夫是值得的 他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被砍完之后 他真的没有哭 但这一次 他的病人朋友来看他 陶勇却哭了 这位病人来自河南 十多年前 他带两岁多的孩子来看病 孩子患上的是恶性肿瘤 十年间 他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 因为病人也没钱 陶勇也是帮他们 能省则省 得知陶勇出事 他远道而来看望 看到陶勇的第一眼就哭了 这个历经半生的奇耻男儿 泪流满面地说 这辈子就哭过两次 一次是孩子第二个眼睛被摘的时候 还有一次 就是知道陶勇被砍 你真诚无私地帮助了别人 别人心里头有你 世间虽然严寒 但是人心的暖 是让人觉得一切都值得的 有人问 为什么要始终选择善良 因为生命的意义 原本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亮 什么是善良的意义 陶勇讲过一个故事 他曾经帮助过一个小女孩 白血病几乎双目失明 治疗的过程中 需要他在眼睛上扎针 让陶勇震撼的是 这个六岁的孩子居然不用麻醉剂 只要点一滴麻醉效果很弱的眼药水 上眼都扎了十几针 他还能讲笑话 当陶勇问到原因 他说想给家里省点钱 后来女孩的眼睛得到好转 参加了画画比赛 拿到第一名 奖金是五千元 更让陶勇难以置信的是 女孩居然拿出一千元 去帮助另外一个更困难的家庭 更让陶勇一声哽咽的是 当女孩一家知道 陶勇一声住院以后 给他发微信 要给他捐一千块钱 或许善良的意义就在于此 就是当你在某个时刻 接受到温暖和善意 又在另一个需要的时候 伸出援助之手 刚开始善良只是一颗种子 后来这颗种子生了根 发了芽 生长成一片繁茂的草原 或许这就是陶勇一声 最想看到的模样 鲁豫有约有次采访 陶勇一声说 受伤之后 有位患者家属说 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给我 那时候我觉得 来人间一趟挺值得的 陶勇一声热忱地爱着这个世界 也收到过来自满世界的爱 这个世界偶尔让人失望 但正因有他们不断释放暖意 人间角落才会如此温柔而可爱 最后分享一段陶勇段话吧 我是陶勇 一名眼科医生 下面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新书《目光》里的一段话 如何能实现幸福 其实我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只是我觉得 对幸福太过狭隘的定义 往往是不幸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 幸福就一定要每天开心 快乐 没有烦恼 然而人的情绪中 悲伤 内疚 悔恨 愤怒 同样有它的价值 就像一颗钻石 因为拥有多面 才能绽放光芒 内疚 让我们弥补过时 悔恨 让我们自强 愤怒 让我们对抗不公 所以要接受生活本身 就有情有语 有起 有落 没有淤泥 怎能开出莲花 回首过去的诸多挫折 往往 也会有一种欣慰和感恩 感恩曾经的自己 那么坚强地走了出来 有人一生都在寻找安稳 内心却总没有安全感 害怕失业 害怕失恋 害怕落于人后 害怕老无所依 这种对安稳的执念 也会导致不幸福 我觉得人生怎会安稳 正是因为充满不确定性 人生才显得如此值得期待 就像骑自行车 不动就会摔倒 在骑行中不断地寻找平衡 才能稳定地前行 人生也是如此 在行进中 太多的不确定性 反而会给到不同的选择 在选择中平衡 面对挫折 没有倒地不前 内心有种面对不确定性的自信 才是幸福的最大动力源泉 希望陶永一生早日康复 希望你的眼睛见过最浓的黑暗 仍旧可以相信暗夜中有光 也愿你艳丽人间山河 仍觉此生值得 我在北京 祝你晚安 明晚见